大家好 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华山的暴力对决 还是说龙宫的比赛 最近继续给大家找一下龙宫的吧 毕竟龙宫观众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 虽然他是在一些高端PK里边确实是 不太好用 但是打一些普通局 龙宫还是蛮不错的 那观众方这边上的是一个盘司武装 双龙宫的组合 一把龙阵切进来 对那方上的是一个比较传统的 女儿武装的双风配合着石头林加魔王 一手虎阵切进来 小克的观众方龙阵 5%对面女儿村也是顺利的拿到了一把一组 毕竟是女儿村 不过观众方这边盘司是可以用落花承尼 反控对面女儿村 这个时候就看观众方这边的 效力藏刀用的怎么样了 能不能控得住对面的罗汉 都说龙宫不怕罗汉 怎么能不怕罗汉 只是相较于其他法系而言 龙宫面对罗汉的时候 能多秒那么一点点吗 这也是龙宫的也算是一个特色吧 跟他的经脉有关系 龙占月直接立起来 打宝宝说句实话还是蛮疼的 论爆发的话 确实比不了对面的魔王战 魔王爆发还是厉害 龙宫更主要的是 对于宝宝的一个危害吧 龙宫为什么在顶尖PK里不行啊 第一确实是他们这些豪门 法防带的确实多 你没有点爆发的话 你打不动他们 那神木魔王都是有爆发的法系 面对这些高法防的豪门 也是可以秒出一个相对 还不错的数据 龙宫相对比较平稳 人家法防一旦高了 他秒不动 秒不动 但普通团队 普通团队的话 宝宝也没那么强 法防带的也没有那么多 龙宫 也可以发挥出他应有的作用 豪门他们的宝宝 现在有一部分吧 不敢说全部 只能说有一部分现在都静台 就是一万二三的血量 静台善恶可以达到一个 九千到一万的血量 静台壁垒力批 直接就是一万二三的血量 那个血量 超级恐怖的 你龙宫秒个两千 根本就不痛不痒 连宝宝你也危害不到 那普通团队肯定 宝宝的血量也没有那么极致 没有那么极致 青宝宝效率也会高一些 罗汉 那天看阿海 展示那个武装罐 就这某个那个武装罐的一些宝宝 那静台善恶有两三个 那都是上万血的善恶 上万血 有两个静台壁垒力批 那都是一万三的血量 就特别的离谱 四千二 两千九 对战方胡同师徒 这个伤害也有点高的呀 如果对面罗汉 能持续的接下去 那观战方是真不好打 尤其人家对面 还有风系的一锁 能时不时来控制一下 观战方的输入 那这样观战方就更不好打 龙宫接着卷 你看打宝宝三千两千 打宝宝非常的疼 一千三 这一个 对面罗汉结束 看看下巴 罗汉能不能接出来 观战方先给一把 效力藏到 落花是你空的女儿村 武装 日月乾坤套了 那这样的话 对面罗汉没能接出来 观战方这边就可以 卷一卷 卷一卷 又笑了一下 对面的武装罐 再笑一下对面女儿村 哎呦 这是不想给对面 罗汉的机会了 咱们看一下 这个龙三位的一个数据吧 有先例 有龙战鱼 一千七一千九 看看龙三 两千一千六 不怎么汇报 咱们之前做过一个花飞花 那个师伯说龙宫 那两个龙宫的话 暴击率非常高 今天这两个龙宫 暴击率一般 比较一般 但是对战方武装 还是顺利的盖出罗汉 那应该是 进脉的关系 用蓝量去代替愤怒 罗汉罗出来 全场只能使用一次 只能使用一次 看一下对面武装 应该是点了这个金脉了 就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修心的金脉 使用磁横普度以外的特技 若愤怒不足 则消耗所需愤怒 乘以二十点的魔法代替 每场战斗限一次 那这样对面 这个罗汉的节奏就对了 因为这把罗汉放出来以后 在接下来的三回合 对战方还会积攒够 下一次罗汉的愤怒 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 良性的循环 让对面顺利的 可以把这个罗汉延续下去 那就好大很多 再加上这么一个师傅 加魔王的爆炸性的伤害 主要是这玩意儿 清宝不厉害 再来选择了一把四海神平 现在好多年没见过四海了 以前四海应该是法系必带特技 法系必带特技 现在都也是被金钦取代了 现在大家都带金钦了 没人带四海 最早之前 我不知道老玩家 或者是经常看PK的玩家 应该知道最早之前 梦幻它是没有这个恢复 血量的一个限制 就比如说现在金钦 只要不是雨天气 只要不是雨天气 最高就是两千亿 四海也差不多 以前是没有这个限制的 以前是没有这个最高 血量的限制的 你就像兄弟那种雪神木 一个四海神平能加上万血 能加上万的血量 那会儿的四海也厉害 比现在厉害多了 被限制了血量以后 也是大大折扣 就像化身寺的舍身取义 也是被限制过的 之前最早化身寺舍身取义 是你有多少血 一个舍身全满 你有四万血 熊弟我记得最高记录 应该是四万八的血量 一个血神木 直接一个舍身取义 就舍满 现在不行了 现在舍身取义 也是被限制 三千切 有点疼 看一下对战方下手 罗汉在哪里 光辉 先补一补 对面尸陀 这个伤害 着实是有些高啊 哎 风不中 反控 风中了 秒十经脉 宝宝飞一个 神一个 秒四千三千 孩子 倒地 对面没有宝 的时候 压力就来了呀 啊 观察方继续选择 加光辉 对面 女儿 先把宝宝补出来 武装改出了罗汉 那这样对面 就可以继续缓一缓 啊 改出罗汉 就可以缓一缓 龙宫就是温水煮青蛙嘛 就是这么 哎 一千左右 一千左右 慢慢的耗 慢慢的消耗你 他最大的优势 就是打的人数多呀 我打的人数多 你每个人都得卡药 每个人都得卡药 你就卡不过来 女儿选择了一把金钦 那稍后 观察方只要笑一下 对面的化身死 就可以了 又是一把罗汉成你 笑一下对面化身死 观察方下一把罗汉 他就接不出来了 对面拉出一手速度圈 哎呦 这十堂连续两次的中无魂 变身也变不出来 观察方这边就没有任何血量上的压力了 队长方想让武装抢一手速度 笑一下对面化身死 就可以了 观察方两个龙弓 也可以趁这个机会 继续把龙战鱼也立在脑袋上 反正对面有罗汉吗 哎呦 观察方也中 石头变身出来 龙战鱼也立起来 龙三位选择了卷 硬卷没意思 顶着罗汉硬卷没意义 卷又卷不动 队长方一定要注意血量上的一个恢复 那药品挺多的 你吃个腰啊 对不对 给石头呀 什么的吃个腰 那成了猴哥了 舍不得吃药 怎么打PK 四千 一旦对面有人物单位倒地 那两个龙弓可不给你那机会 啊 龙弓这 他这个守势能力太强了 哎呦 这宝宝又飞了两个 对面永远缺宝宝 啊 永远他都缺宝宝 嗯 魔王 倒了 开始出问题了 魔王倒地 这乾坤接着套 没套中 对面罗汉有没有 看化身死啊 掌灵骑化身死 愤怒是有够底啊 化身死愤怒是够底 哦 这个群腿上好爽 回了三清 石头倒地 魔王接着倒地 全员残血 哦 对战风不怎么吃又 那宝宝还在进攻 女儿再来一把金鸡啊 恐龙弓弓了 受不了了 宝宝 拉起石坨 意味杜江 继续抢速度 关照风这边是点的 打蓝经脉的两个龙弓 啊 就打蓝经脉的两个龙弓 就越往后打 对战风蓝量 也会 出现很大的问题的 蓝量方面也会跟不住的 魔王接着倒地 哎呦 这宝宝飞了呀 对 赶紧卡要嘛 一把三飘 也是点着关照风这边 龙弓去飘的 净了给上 开始压鸟村 清风望月 保一下出手 战敌加给谁 四号位 龙弓孩子 这也是小套路 啊 也是小套路 关照风 龙弓盖罗汉 有东西的 看一下对面 这个龙弓孩子 怎么样 哎呦 这宝宝再飞一个 龙弓孩子 哎呦 还不错 把脸有没有 没有 女儿村倒地 这比赛 结束了 就对这方 卡要卡的不积极 或者是说 他宝宝飞的有点快 有的时候要啊 他卡不上 换须弥 再换 最后的冲刺 对面 女儿村 有磁行的话 还能打下去啊 哎呦 这化身色还中五魂了 那比赛是真结束 感谢大家收看 没有点关注的 帮忙点关注 没有点赞的 帮忙点个赞 谢谢兄弟们了 卷卷 走你 三千 两千七 再来 剩下 一个武装 拜拜